痛得好大一聲 黑衣男灑汽油 大火記憶點 大火瞬間延燒 鄰居目睹 嚇壞尖叫 店門口椅子桌布都被燒毀 里長的授業被受傷 現場一片狼藉 縱火男騎上轎踏車凱流 一頭忙滅火 另頭忙抓人 最後遭警方壓制逮捕 里長表示 魚姓男子是附近頭痛人物 過去有吸毒前科 當天他來里長辦公室 要申請中低收入戶資格 卻突然掐住鄰居脖子 直接衝進店內 炒醬油瓶猛K里長 我不知道是那個汽油 然後他灑在我們店面前面 一下子就縫起來了 最後更拿出浴藏汽油縱火 當時店內還有里長老婆和客人 差點就發生可怕悲劇 縱火男患有喉癌 被逮後他功稱 是因為聽到鄰居 學他說話大舌頭才動手 我怕他出來的時候 也要重新作出的 危險人物 男子縱火被判三年有期徒刑 希望和解 不過里長好害怕 出獄後被報復 現在瓦斯桶通通搬走 已經活在控制當中 記者葉維林芬亞 喬新北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